为什么我们舍尽球远 去二号集结地不是更近吗 二号黑帐区 三号通讯区 邦邦 你再快点了 我就能探出点信号了 时速多少 六十枚 邦邦 你之前开过这场吗 开过 那我怎么感觉这 我靠 不应该啊 油表上显示的还有两个油啊 油表坏了 不对啊 就算油表坏了 油表坏了 速度是恒定的 许晓里程还没有到达 那速度不要给坏了 咱们的车 也被人动过手脚了 如果我估算的速度 是对的的话 我们刚才一直是 以八十迈的速度在跑 油耗燃尽 我们大概可以跑七百公里 可是到达发射阵地 只需要六百公里 就是说我们开过了 那我们现在 离边境线很近了 怎么会呢 以现在这个时速算 时速六十公里 我们现在应该距三号集合点很近 我们现在应该距三号集合点很近 我们舍弃了二号集合点 开往了三号 就是为了恢复通讯 可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们是以八十公里的速度在跑 起码超过了四号集结点 我们快接近边境了 到底谁动过 谁动过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谁也不能行 油耗没了 回都回不去 那也不对啊 那也不对啊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我们早就过黑章区了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黑章区里面啊 糟了 这地图被替换了 你们看 一个小时之前 系统自动更新了一次 相机 快点 宽子 也不认了 呀 不认了 不认了 幻子 喜欢 那儿 也不认了 帮你 开了 你啊 我都是 保佑 你 你还要拿来 咱们被黑客攻击了 所有的车载系统 都已经被黑客入侵了 怎么可能 咱们的系统进行更新的话 都是经过北斗卫星 进行数据传输的 谁有这么大能耐 能黑进我们的后台 就算黑进后台了 可是我们的车没有后台 除非在我们出发之前 我们的车就被动过手脚了 就是它 不怕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监听器 监视器 还有定位仪 我们已经落入了 别人的圈套了 不过别怕 只要我们在国庆县内 装备都没有问题 不怕 大不了跟三三四旅的人拼了 就算是三三四的人 也不可能控制我们倒条组 通讯讯到 说尽就能接 电子黑帐干扰区 不是谁设立就能设立的 我现在都开始怀疑一切了 你说得很对 可是别人已经算好了 我们的车 会在这儿就没有 同志们 我是东六东发射任务的指挥员 欧阳俊 我接到的命令 是躲避三三四旅的袭扰 提前撤出待机库 在三十五地点 与夏拙同志会合 但是夏拙同志 因为不明云失联 所以暂时由我 全权负责这次任务 这次任务 我们设置了四个紧急集合点 咱们车走了散 所以 在进入黑帐区之前 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联系 一旦进入黑帐区 大家就只能孤军奋战了 所以我接下来说的 只管重要 如果大家未按约定时间内 恢复彼此的通信 那么 以早六点和晚六点来接 白天 在一号集合点集合 晚上 在二号集合点集合 进入黑帐区 发生任何危险 请立即前往三号集合 除了黑帐区 在进入发生阵地之前 我们在A点集合 期间如果发生任何的意外 请立即前往四号集合点 还有 最重要的一顿 所有车辆 关闭打灯 进入微光情势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当车 那坏了 他们的人是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要的就是咱们的车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 赶往四号集合点 与大队为和 这样 你们两个看着车 再走一公里 就出了他们的电子干扰区了 我去寻求帮助 你们两个把车看好 务必看好 人在车上 人死 车也在 你怎么会